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来到今天的观战 来观战一把残梦的捷克空军杂技昆虫加咒术 这把的话昆虫咒术这两个点其实打捷克蛮厉害的 但是如果说上来能抓个空军的话 我觉得捷克输应该是输不了 因为这套这种虽然说我觉得打捷克蛮厉害的 但是呢,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比较脆 救人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就可能救不下来的 一旦是这边如果上来把一个带枪的空军给抓了 那这个局就好打很多了 一刀误刃 他应该是想打一刀隔墙的误刃直接飘中空军 这边空军是回头吃了一个实体刀 空军这把枪其实不太好交 因为现在拉开的距离空军交不了枪 等到他能交到交枪的一个身位的时候呢 这边五秒钟以后误刃好了 误刃好了我跟你中门对居 你这把枪的作用就约等于零 你要么不交留着这边的话看误刃 隔墙 一刀 击倒的时间很快 一分钟左右击倒 这把枪留着 这把枪留着你也得救得下人才能有用啊 现在的问题是杰克手里有传送有误刃 16秒以后还有一个隐身 我往前顶 所有人全部在河对岸 这一局我觉得这空军 空军赶紧发信号 我还有一把枪 就像是杰克自己在打那种感觉一样 这里的话这个空军可能只能卖了 要救能不能救能应救一波 咒诗师过来配合着昆虫可能能应救一波 但是救下来也不一定赚 可能是亏的 比如说你先换一个 然后空军这边是过半的 这边的话空军赶紧给队友报一下 这边是转点的 再找到人击倒的话 应该差不多就拿下了 排了一圈没排到 刚才因为那个 咒诗师是在这边的 这个咒诗师的话是一个国服顶尖咒诗 从之前打的人不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打了 现在是外面三台机修掉 咒诗师现在被找到 有一说一呢 咒诗师被找到 我觉得穷者还有点打搞头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边的密码机 它是形成一个半场的一个三连的 这半场的三连 倒 呦 这个击倒太快了 那应该没机会了 这个半场的三连的话 杰克这边有传送 压住这边密码机 求者最后一台修不开 14秒下一个传送也好 应该是没了 这把的话呢 我觉得杰克赢在哪里呢 赢在第一个 他刷点 刚好是遇到了这边的那个空军 他其实抓空军以外的其他角色 我觉得对求者来讲都要好接受一点 这边还是有传送 没打到 这边 再往前顶 来来来 一颗球跳的不错 这颗球跳完的话 杰克这边交不了一个传送了 那这边的话三秒钟误刃 二一阵误刃 肯定直接挥 这刀挥中的是谁 挥刀拿机 那就追一个双挡 这刀打中 然后踩着武器 静隐身 继续去追咒术师 咒术师这边虽然说有两层孤 但是杰克十秒钟以后 距离跟进刚好 误刃好了 误刃好了 你没有三层大孤走不了 这个位置的话没有三层大孤走不了 应该是拿下了 应该是拿下了 并且还有一个核心问题 漂亮 核心问题就是 是一个半场的三连 是一个半场的三连 这边考虑到又要救人 又要教自己 还要修一台新机 实际上是肯定不够 但昆蜀一定得来救一波 就肯定得来救 看昆蜀有没有博命 没有博命 不过这处是有三层孤 杰克这边传送好 好像也救不下来 排到位置的话就救不下来了 蹲着 悄悄的沿边线慢慢靠近 那这样的话 杂技教自己 捞下来 咒术师三层大孤 开车走 要保一手 要保一手 这边得硬保 拿命 拿命保也保不下来 那这边直接传送 落地秒的杂技 完成一个四抓了 看一下密码机 好像是看了没动 没动的话 那这边等一等好了 追追昆蟲也可以 你敢不敢修机吗 你敢修机 我明传送 你不修机呢 我有无限多的时间 可以来抓你 他这边应该是想一刀 把这虫打了 然后把这乌刃飘出去 可以快速进行身 没机会 这应该是一个 妥妥的四抓 因为杂技这边 这个机子是肯定亮不了的 半血杂技又翻不了道具 对吧 我这边追昆蟲 我把你虫子全给打干净 杰克现在这刀乌刃叫胶 就是胶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胶 对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个虫子还没打到 不要 不要舍不得这个乌刃 不要舍不得这个乌刃 就是把你虫子耗干净了 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 好 你这边修机了是吧 传送 直接传送 落地有误刃 两秒钟误刃好了 直接一刀带走 漂亮 踩一脚进误器 然后过去 直接投降了 改参加部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